三集 玩肯定是玩不了的 太原王氏家主王宇叹了口气 但是咱们七家手里的那些盐点 以后恐怕是不好卖呀 小皇帝显然是做了准备 敢开皇家盐室 必然是要与我们在范盐上 要斗出个胜负 斗到这一步了 不斗也要斗 盈阳正是正兴 怒声道 不就是盐吗 他开皇家盐室买 咱们也卖 他买多少 咱们价格就低过他 无非就是少赚一些钱罢了 众人顿时不吭声 却也没人反驳他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完全不在他们六想之内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一条路 就是以降价来图存 李昭神色复杂 脑海中想起李孝 昨日跟他的玩笑话 结果才过了一天 小言成真了 小皇帝真的挖矿之言 便废为宝 讲价吧 李昭叹息道 一千言价一斤六百文 现在降到三百文 温言其余六个老头猛地抬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三百文一斤 卢虎不甘心道 这就足足少了一半 有必要降这么多吗 依照老夫的想法 降个五十文 所以 不够 李昭与其 斩钉截铁道 你们不要再看敌小皇帝 七块石碑的牵扯之剑 还不够吗 以前 咱们会误以为是 乌上皇的主意 但现在看小皇帝的手段 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 这一切 根本与乌上皇无关 全都是小皇帝前纲独断 严价降办 这是开始 先看看小皇帝 怎么出招 如果严价折半 能压过皇家岩是最好 李昭扶着额头 声音沙哑道 就怕压不住啊 肯定是足够了 李昭咬着颜头 严价折半 就让咱们七家少赚大半 小皇帝要是再降价 他还能赚多少 李昭闭着眼镜 没再去看的 心中一阵叹息 怕就怕 小皇帝打从一开始 就没想多赚 一个皇帝竟不想赚钱 那他想怎样 李昭不敢再往身里想 越想 越觉得不寒而栗 横广门外 在审恋带着皇宫侍卫的丁氏下 禅百姓排队领言 愈发井然有序 虽然领得少 但是领到延后的百姓们 一个个脸庞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就在刚才 他们甚至听到了消息 有人竟然私底下 开始回购他们领到的白言 出价一斤五百文 虽然只能领到一小撮 可是卖给回购之人 却也能得到几个到十几文钱 足够买一斗米 发财了 一些卖掉一小撮白言的百姓 笑得合不拢嘴 而来收购白言的几个年轻世子 同样还笑个不停 李太在城墙上 听到审恋带来的消息 惊奇道 谁这么会做生意啊 李太嘖嘖了几声 赚钱的买卖不做 转条亏本的来 这不赔死啊 审恋抱拳道 臣 现在就去找 不用 李太目光古怪道 让那些人先高兴一会儿 而此时排成长队的人群大后方 四个年轻世子蹲在地上 眼眸发光地看着面前一代代收购回的白言 四个人 分别是封德仪之子封言道 陈淑达之子陈正德 裴戒之子裴律师 肖宇之子肖瑞 身材魁梧的肖瑞 歪着头道 阎岛 律师 正德 你说咱们之子是不是有发财了 其他三个人咧嘴一笑 陈律师身形消瘦 抱着双肩 脸上掩饰不住的笑容道 何止是发财啊 是大发特发 如今寻常严价 要六百文一金 咱们收购的白盐价为五百文一金 按照现在的盐价卖出去 每斤也能盈利一百文 再加上白盐比青盐味道好 这可不是无地放食 我听我爹说 他在早朝上吃了一点羹汤 里面用的就是这盐 封言道符合道 我爹这么说的 陈正德叹息道 我也是啊 你们不知道啊 我爹回来后啊 就让管家去调制那羹汤 结果那味道色的呀 我跟着尝了一口 差点托我爹脸上 萧瑞目光稀奇地 看向裴律师道 律师 这次你出的主页 你说咱们能赚多少 裴律师沉引了一下 说道 嗯 白盐品质好到这种程度 世间罕有 我估计白盐一斤 能卖到七百文 到一贯钱 萧瑞惊呼道 这么多 封言道 咱们起码能一斤赚个二三百文 陈正德喉咙喉咙攒动了一下道 真发财了 瞧你那点出息 裴律师耻笑了一声 搬起手指道 现在呀 才只是开始 你们算算 咱们现在收了多少白盐 快一千斤了 总共支出五十万文 六百多罐 这些白盐全部卖出去的话 能赚四百多罐钱 缠一套宅子就有了 可你们想想 如果收一万斤盐呢 裴律师眼眸明亮道 回购一万金白盐 咱们支出六千罐 能赚四千罐 十套宅子 这还不算别的 咱们赚到这么多钱 是不是给家里长脸了 家里颜面有光 他们早朝上 会不被其他大臣恭维 等咱们各家老爹 心里舒坦地回来 是不是还得夸咱们 名利双收啊 萧瑞 封言道 陈正德 听得呼吸剧烈起伏起来 裴兄 我们听你的 风言道激动道 你说怎么干 咱们就怎么干 对 听裴兄的 萧瑞 陈正德 附和道 裴律师笑了笑 那咱们 今天就大干一场 现在咱们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本钱不够 说着 裴律师从怀中取出一打地气 神色得意道 不过 我把家里府邸的地气 和一些田气都拿出来 提给别人的话 怎么说 也能换个千八百怪 巧了 我也是 我这里也有 萧瑞 封言道 陈正德 同时从怀中 取出一打地气 田气 裴律师 错当 啊 你们也偷拿出来了 三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会心一笑 萧瑞 咧咧嘴道 裴兄不是说要干大事吗 我就想着肯定要钱 但是我钱没那么多 所以啊 就先拿出来 用的上了用 又不上了 再放回去 这有你们的 裴律师兴奋地差点蹦起来 结果他们三人手中的地气 田气 语气慷慨激昂道 这样 咱们本钱加在一起 怎么说 也能凑出一万关 此次啊 这又发财了 天道 你和萧瑞一起 去找人抵押地气 田气 郑德 你用换来的钱 继续回过白岩 我去拿岩 让姐家先出手了再说 咱们定家白岩 一斤八百文 听裴兄的 三人异口同声道 而此时 文武百官齐聚在人群最后方 裴继低着头 思索着接下来 豪门望族 会怎么跟皇家严氏掰手腕 而小皇帝 又会怎么反击他们 不止是他 其他人也沉思着 忽然一道熟悉的身影 尖杯麻袋 兴冲冲地 从他们面前一闪而过 哎 小宇正好抬起头 看到那道身影后 不由惊一声 抬起手掌 指着他道 哎呦 你看看那个人 是不是令狼啊 裴继回过神 顺着小宇所指的方向望去 不由眼瞳一鸣 那个人还真是裴律师 他们家的老大 裴继点了点头 与其困惑道 确实是律师 他干什么去啊 怎么肩膀上 还背了个袋子 小宇耸了耸肩膀 这谁能知道啊 你家儿子在想什么 别人上那猜去 裴继摇摇头 不管他了 这个臭小子 等回去后再好好说他 不待在家里好好读书 乱跑什么呢 家主 就在此时 裴副管家 喘着大气跑了过来 五星前往那边 来消息了 一旁的文武百官 顿时竖起耳朵 裴继凝视着他 问道 是不是严价降了 家主应命 裴副管家 连忙点头 确实降了 果然 裴继心中里人 皇家言事已开招 白言必然尾压轻言 无心期望 要是还能坐得住 那才有鬼了 降价呀 那是必然的 陈叔达后急道 降了多少 裴副管家 连忙竖起三根手指 这个数 肖宇吃惊道 哎呀 降了三十文 百官也是一阵的哗然 我的天哪 降这么多 那现在就是一金盐 从原来的六百文 降到了一金盐五百七十文 若是买个一百金盐 岂不是能少获三千文钱 足足省了四关 裴副也是吃了一惊 本以为降价十来文就顶天了 没想到竟降了三十文 不是 不是三十文 裴副管家一声 见百官误会了他的意思 连忙摆了白手 大声道 不是降价三十文 是降了三百文钱 现在清盐价格 只要一金三百文 耍他一下 百官猛地回头盯视着他 裴剧更是难以置信 石声道 啊 降了三百文 操 疯了吧 盐价你敢这么降 这是盐呢 不是凉米 百官们面面相去 都看出彼此眼眸中的心动 以前六百万一斤的青盐 现在只买一斤三百文 那谁还要白眼 同样是盐 能吃就行了 而且现在不买的话 只不定过几天 就再也没办法 以这个价格买到手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